好 那我們就介紹今天的主題是三之二聲波的產生跟傳播 好 那首先呢 要有聲音一定要先產生聲音對不對 那我們昨天也試過對不對 你如果敲音叉 你摸上去馬馬 如果把它放在水裡面水會怎麼樣 陷出來 水蛙式劍 因為它在震動嘛 對不對 那如果呢 你用一條相機這樣用力給它彈一下也會聽到 因為它也是在震動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聲音是怎麼來產生的呢 好 第一個 聲音的產生 聲音的產生有一個很重要的要點 第一個 它是由什麼 製造出來的呢 由物質的 物質的什麼現象呢 快速震動 那請問慢速震動會不會有聲音 不會 快速震動 為什麼慢速震動會有聲音 有聲音 聽不到 聽不到 對 其實是聽不到的 對 其實是聽不到的 比方說這個 我這樣輕輕甩有聲音嗎 沒有 可是如果你很快甩這樣咻 沒有聽到一個咻的一聲對不對 好 當然我也可以出去 好 因為它快速震動才會有聲音 好 那如果擺動太慢 沒辦法彈生聲音 這個跟什麼關係呢 這跟我們耳朵的聽力有關係 好 我們聽力最少 要聽到20赫字以上才聽得到 所以呢 你必須要夠快速震動 好 所以呢 必須要快速的震動才會有聲音 好 那到底要幾赫字才聽得到 我們之後再介紹 好 所以是第一個 那 第二個 第一個聲音的產生這樣的問題 所以你要有震動才會有聲音 知道嗎 好 那第二個 聲音怎麼傳到你的耳朵了呢 老師現在在講話 為什麼你耳朵可以聽到 空氣傳播 空氣傳播 那空氣怎麼傳播的 空氣就是 咻 咻 可是我們不是說那個 戒指只會在原地震動嗎 為什麼會傳到能 能量 能量傳過來對不對 好 所以 聲音的傳播呢 聲音的傳播 第一個 它必須要有什麼呢 能量戒指 必須要有戒指來幫忙 所以 對 第一它 因為震動是能量 震動其實在講能量 那能量有了 接下來是要有戒指 所以聲音呢 它是一種力學波 它是一種力學波 那力學波呢 必須有戒指 那當然我們這個教室的戒指就是空氣 那我做一個模型來跟大家解釋 為什麼聲音可以傳播過去 其實呢 我們的空氣中有很多無數小的分子 對不對 我們這個空氣裡面有什麼分子 有 氮氣 對不對 它有什麼叫 氧氣 氧氣 二氧化碳對不對 好 那我先用譜來解釋一下 如果這邊有音叉 音叉我們敲它的時候 它其實是這樣 它是這樣子 一直震動對不對 好 所以它就會發出波 對不對 那這個波怎麼傳遞呢 其實是這樣子 就是空氣本來有很多小小 我用點點來表示那個空氣 本來是這樣很多空氣的分子 它很均勻的在這個空間當中 對不對 可是當你震動的時候呢 你會把它推擠對不對 推擠之後呢 這邊的 這邊的空氣就被擠在一起 好 擠在一起 可是它因為它是前後前後震動對不對 這叫什麼波 你們知道嗎 重波 重波 因為前後就是這樣 我們會彈往前後前後 所以它當它推出來的時候 就會形成一個很像 很密的一個牆壁 好 可是它往後就縮了之後 又變成很書的什麼 一個 的 空間的 所以會形成書密 欸 就是 書密書密書密的現象 你知道嗎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書 有一些比較密 因為它前後前後震動 好 那這樣畫有點心疼 所以就是 這樣子 表示密 然後這是書 然後再打 密 書密 所以它其實是一種什麼波呢 書密 所以聲波是書密波 我們又稱它為叫做縱波 好 所以聲音呢 是一種 聲波呢 它是一種 書密波 也是一種重波 那我用這個來表示 這個 這個東西是 這個叫做牛頓百 你們應該有看過 玩具店有在賣 這樣 摳摳摳 啊我是自己用手做的 然後比較爛一點 好 那看 同學這個 這個如果把這顆球 打下去會非常仔細 另外一邊會彈起來對不對 對 可是中間這幾顆好像不會動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傳播的是什麼呢 能力 那戒指其實在原地 而已 你看這個效果不太好 不過你看這位顆就好 它有彈起來對不對 再來看一次 看藍色那一顆會掉起來 好 有點很大彈 好 有沒有看到 彈起來了 有啊有 好這樣子 好 好 就是這樣 大家比較不要扣 所以不會彈的 如果你去買好臉 它就會一彈的 那我這個摩擦就比較大 好 所以 就是能量 它這個空氣分子呢 就是被撞擊之後呢 它會是撞擊什麼呢 下一個人 啊下一個人 但是撞擊什麼 下一個人 所以空氣就是這樣 撞過去撞過去 撞過去 最後就撞到你的耳朵 撞到你的鼓膜 所以你可以聽得到這樣 你知道嗎 所以空氣這樣一撞 一直 一直 應該會震動 欸 假設這邊是我發聲的地方 我發聲的地方呢 空氣被我擠壓推出去 然後第二個空氣呢 會去擠壓下一個 然後下一個去擠壓下一個 然後到了最後就是你的耳朵 就會被擠壓到 所以就會聽到聲音 它原理是這樣 這樣子的意思嗎 所以有很多看不見的聲波 這樣子的教室 連前進 所以 我們知道就是 聲波只有傳遞能量 沒有傳遞解釋 所以我講話的那個空氣 有沒有跑到你耳朵呢 沒有嗎 我嘴巴那個口的氣味 沒有跑到你耳朵 但是什麼東西跑到你耳朵 能量跑到耳朵 知道嗎 所以 所以因為空氣只是在原地震動而已 所以它只是推擠過去 就像 你去那個 你去那個什麼西門町人很多啊 然後大家起來去 如果後面有人推你 你就會怎麼樣 推下一個人 啊下一個人推下一個人 所以最後第一個人就掉下去了 知道嗎 但是 但是它其實是後面兩個推他 不是 可是就是 就是 很像那個 揮擊的過程 知道嗎 好 所以呢 這個 好 那 在空氣中呢 就是以空氣做戒指 在空氣中 以空氣做戒指 好 那有人就證明喔 如果沒有空氣 就不能怎麼樣 傳播 這個人叫做波伊爾 波伊爾 波伊爾還知道他是誰嗎 波伊爾 他的圖地叫做 古克 古克 就是 就是八線細胞那個 好 那波伊爾做了什麼事呢 因為他那時候想說 欸 他已經知道這個原地震動應該跟空氣 跟戒指的關係 他就想要說 那我就來做一個沒有空氣的 玻璃罩 可是沒有空氣就要用抽氣機對不對 對 那他都做不出來 可是呢 他就跟古克說 欸你會幫我做一個 把空氣給我抽出來的東西 所以他就是做出來了 真的超級強 但是 古克到距離今天 剛好是350年 他發現細胞到 到經典那樣是350年前 好 所以今天那個 Nature雜誌在 Science雜誌在慶祝350週年的 細胞發現 好 好 所以呢 總之呢 這個波伊爾呢 他就做一個實驗要證明說 真的需要空氣 他是用一個玻璃罩 這玻璃罩呢 裡面放一個什麼呢 放一個鈴鐺 放一個鈴鐺 總之他就可以拉一個鈴鐺 在外面拉鈴鐺 那就是一邊拉邊拉鈴鐺 可是呢 當他這邊呢 空氣法他怎麼樣 欸 那個什麼要在空氣裡 好 在空氣 以空氣做戒指 在空氣中哪 以空氣中 在空氣中以空氣做戒指 好 那在水中就是以什麼做戒指 水 看你在哪裡就是什麼 好 所以呢 這個是一個玻璃罩 好 這是玻璃罩 然後呢 當他這個鈴鐺 然後這邊是抽真空 好 抽真空 然後 隨著他慢慢把空氣抽出來之後呢 結果發現聲音就越來越怎麼樣 越來越小聲 好 越來越小聲 那抽到完全幾乎沒有空氣的時候 就完全怎麼樣 聽不到聲音 就算用力搖也沒有聲音 好 然後呢 他又做相反的實驗 因為叫實驗制 你做一個實驗 你要做相反的過去 好 那我現在把空氣加進去 結果聲音是怎麼樣 慢慢又出現了 好 所以就證明了 空氣是 聲音的戒指 你知道嗎 那當然椅子類會嗎 這個水也可以當戒指 欸 以前這個 你知道 貝多芬嗎 那不是耳龍嗎 對不對 那耳龍他怎麼 他後來他那個在 我記得他在創作什麼 第九號交響曲的時候 那個快樂獸那一首歌 那他那時候他聽不到的聲音 他怎麼創作 你知道嗎 對 他就用一個桿子 抵在哪裡 抵在那個鋼琴上面 這樣用震動去聽 好 因為他聽耳朵已經受損 所以他是用震動傳到他的腦裡面 去聽到 大腦的震動 然後在一起 也不是大腦跟頭的震動 聽到那個聲音 所以呢 他後來就是好像是咬著還是頂著 就這樣去聽那個聲音 所以其實 只要有震動就可以聽到聲音 都可以啊 只要有空氣就可以震動 對 不一定要空氣 你可以會的話 蛋氣氧氣氦氣都可以 只要有東西就好 好 所以呢 他的結論是什麼呢 好 第二點是戒指 戒指可以傳播 傳播能量 傳播能量 傳播聲音 例如空氣水啊 天櫃啊 桌子都可以傳播聲音 好 那不理的時間告訴我們 空氣越來越少的時候呢 空氣如果變少 聲音就會怎麼樣 變大 變小 聲音就變小了 變小 聲音也會降低 那空氣如果增加 聲音就會怎麼樣 增加 變大聲 對 好 那我們來想一個問題 如果呢 有一個太空人呢 如果呢 在月球上面 他要講話 他講話 對方聽得到嗎 聽不到 你如果大喊 假設你可以把頭罩拿下來 然後大喊 聽不到 完全沒有聲音 知道嗎 因為 因為這個宇宙沒有的 那個是戒指 戒指 對 所以呢如果呢 如果你在 這個星球上面 然後月球上面 然後一個太空船爆炸了 請問你有沒有聽到聲音嗎 不會 那你會發現 看到什麼事情 你會看到一閃 可是什麼聲音都沒有聽到 好 因為爆炸的聲音 不能傳到沒有 好 所以你只會看到 亮亮的 然後不會聽到 所以那個 如果星際 再演那個電影 你知道嗎 噢 那是錯了 因為你怎麼聽到聲音 就是他那時候他要播無聲 然後你看到那個 太空船 裂開 然後沒有聲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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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 這就是電影的導演 很像的事情 好 所以呢 在真空中呢 是無法傳播的 真空 好 不能傳播 好 好 OK 所以這是聲音的傳播 這樣可以嗎 好 所以我們知道聲音要 產生要傳播 要有兩個要素 第一個就是要震動 第二個要怎麼樣 要有戒指 對不對 這兩個要素 要有產動的聲音 好 所以這邊有沒有問題 好 謝謝